你好 我是陈凤馨 很高兴在周末的时候 跟大家聊聊天 谈一谈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我的一些想法 看法 来跟大家来分享 好 这一个礼拜 当然最受瞩目的就是 台积电超狂的报告 它的法说会 其实千呼万 就是众人期待 坦白说从去年开始 那么大概每一次 台积电的法说会 它都成为了半导体界 乃至于科技界的大事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 大概就是去年 五月左右的时间 那么台积电 法说会一结束之后 那么就反映在 它的ADR的走势 然后之后 其实引领了台北股市 有一波大的涨幅 那整个的AI浪潮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包括了NVIDIA 它所带动的 AI伺服器的 这样 AI晶片的 这种独霸50 而在它的背后 独霸50的 其实就是台积电 那台积电 我之前其实跟大家讲过说 其实台积电的技术力 竞争力 已经是在前面 看不到任何的竞争者 所以在它的身边 都已经没有竞争者 后面追赶的人 我觉得都距离还蛮远的 所以它的竞争力 其实已经是 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它 那么所以现在 台积电的问题在哪里呢 我觉得台积电的问题 在东方不败 好 等一下我来说明 为什么我称台积电 叫做东方不败 它确实是世界上面 第一大强大的半导体公司 到底有多强大呢 当然大家看到的是 从财务面来看的话 营收成长 然后它的获利成长 其实都远远超乎 分析师的预期 很重要的是 它对于这一个季度 它的营收获利成长之外 它的毛利率预估 这一个季度 可以接近百分之六十 你就知道有多狂 就是那个 这件事情当然也反映出来 它要求它的客户涨价 显然是成功的 否则的话 可能没有办法 那么大幅度的 拉高它的毛利率 因为它其实在报告当中 或者它的法说会当中 其实有提到 大家担心说 它的海外布局 可能会影响它的毛利率 它也承认在海外的布局 确实对于它的毛利率 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是影响大概是 两个百分点到三个百分点 所以如果海外的布局 影响它毛利率 两个百分点到三个百分点 就它的毛利率 还能够不断的推新高 可见得它在跟 它的溢价能力 跟客户谈判的溢价能力 是如何的强大 那这当然是跟它的 先进制程 那么所带来的强大的能量 是有很大的关系 从它的法说会当中 它提到它的先进制程 包括了7奈米 5奈米 3奈米 2奈米 乃至于它未来 可能包括了一些先进封装 以及更进一步的 去挑战摩尔定律的一些 新的一些材料的引进 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好 刚刚这一连串这样下来 它的这个先进制程 占它的整个营收的占比 现在已经拉高到了 百分之69 所有的先进制程 其实都是高毛利的 好 那成熟制程 现在已经进入了 红海厮杀 当然这跟这个中国大陆 全力的去发展成熟制程 然后这个 所以全球的这个成熟制程 它的供过云求的状况 越来越严重 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对台积电来说 它虽然也有一些成熟制程的 这一些相关的这一些生产线 可是这一些生产线的状况 对它来说 可能不影响它的获利 因为在先进制程的部分 它的供不应求 它的溢价能力的提升 就使得它在 所有的晶圆代工 这个领域当中 它一支独秀 它的表现远远超过三星 那更不要讲已经趴在地上的 英特尔以及所有其他的这些相关业者 所以先进制程确实对于台积电 它的获利能力是有极大的帮助 而这个部分它的竞争力 至少我们短期之内 其实是看不到任何的竞争对手 这一点我在之前 其实就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就竞争力来说 没有任何的阴霾在前头 那我们如果硬要挑剔的话 台积电真正如果说要有问题的话 就是两件事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AI 这件事情从这个台积电的角度 或者我其实最近接触了一些业者 每一人都告诉我说 那AI真的是热得不得了 那么不断的有这些相关的需求 比如说像黄仁勋说的 好到就是不得了这样 或者像是这个魏泽家的 台积电董事长所说的 二奈米的需求 那强大到连做梦都想不到 会有这么强的一个需求 然后有很多的业者也告诉我 说现在就是抢不到货 所以AI的需求 对他们来说是真实的 可是华尔街这地方 始终有一个担忧 这个担忧就是你现在的AI需求 不管是这一些资料中心的 AI伺服器的需求 乃至于终端的一些相关的 AI的这些投资 你最后其实那个获利模式 还是没有出现 我们这边都是硬体提供 可是那个最终的获利模式 到目前为止还是找不到 所以华尔街对这个部分始终有疑虑 你的获利模式没有出现的情况之下 这边不断的投资AI晶片 AI的相关的这些硬体 到最终没有办法赚钱 会不会出现过度投资呢 这是华尔街的担忧 现在科技圈里头没有人担忧这件事情 但是华尔街有这样的担忧 所以这部分的落差 究竟是科技界想的是对的 还是华尔街的担忧是对的 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确定的 所以什么时候 那个AI的需求 能够转换成为终端的获利模式 出现了 那华尔街是错的 如果说今天呢 这个AI的需求转换到最后 如果连科技界都开始担心说 这个获利模式没有出现 那我们这个AI的军备竞赛 还要持续下去吗 我们要不要稍微放缓一下 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状况 那就要小心注意 因为在硬体供不应求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有很多的重复订单的 那这些重复订单 会在突然之间冷却的AI需求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订单的大倒退 所以到底是科技圈的乐观是对的 还是华尔街的疑虑是对的 我们现在是不应该下定论 我们其实反而是要去观察 它到底获利模式能不能最终出来 那这是一个小阴霾 目前还看不到 所以我们可以把华尔街的担忧 先放在心上 但是不要把它当成一个 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 继续观察它的强烈 因为到目前为止 科技圈的投资还是持续下去的 第二个阴霾就是它东方不败 这个东方不败是打遍武林天下 无敌手 所以它是一个人的武林 它不管是在台湾的整个股市当中 或者是在费城半导体当中 它都是一个人的武林 可是除了不败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它是东方 而东方这件事情 无论如何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就是一大隐忧 我之前跟大家提过了 美国不断地扶植的英特尔 因为就生产晶片的角度来看 其实美国强大的半导体公司 都是IC设计公司 而不是生产公司 它最重要的生产公司 其实就是英特尔 可是英特尔已经证明了 被台积电完全地打败 所以今年的英特尔 是非常惨的英特尔 现在大家要讨论英特尔都是 它到底要如何地被并购 它是被拆解并购呢 或者是有一个重量级的公司 然后去整个把它吃下来 那么要如何地去让英特尔 重新地整理 这里面它的几个主要的部分 比如说它收购的公司 可能会卖掉 然后它的IC设计部门 可能要分拆出来 这是它赚钱的部分 然后它的金元的制造这个部分 是它赔钱 也是它输给台积电的部分 可能这些都要分拆之后 然后卖掉 之前其实有传言说 这里面英特尔的 这个金元制造的这一部分 美国政府会不会要求台积电 把它吃下来 有这样的传言 那昨天在应该是说礼拜四 在法座会当中 有人问了台积电这个问题 台积电斩钉截铁地说 他们不会买 这当然是明智的选择 我也希望它不要买 因为那是个赔钱货 而且那个整个的运转 其实台积电 我跟你讲 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神仙 也救不了台积电的 也救不了英特尔的制造 所以台积电不捅这个马蜂窝 然后不去跳这个火坑是对的 但最后一刻会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要求台积电台积电被迫要吃下来 我们还是必须要观察 目前为止台积电坚持拒绝 那可是第二个部分就是 如果在美国英特尔的制造 已经是日薄西山了 那这个时候 美国对于一个东方的台积电 要如何的施加压力 让它必须要将先进制成 更多的投资在美国 让美国放心 它还是能够掌握得了 这一些先进制成 然后不管两岸发生任何状况 那么它都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必须要去 仔细观察的部分了 在这一次台积电的法说会当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投资 已经不是一座厂 两座厂 现在已经是三座厂了 它的第一座厂 他们现在预计 明年希望能够量产 然后第二座厂 希望2028年能够量产 第三座厂 希望能够在2029年量产 如果按照这个时间序来看的话 那么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投资 只能够加速而不能够减换 那么现在美国即将要总统大选 10月5号选完了之后 究竟是川普或者是贺锦丽 入主白宫 我们现在不确定 那不管是川普或者是贺锦丽 其实按照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就是台积电的东方不败的这种身份 我认为不管是谁入主白宫 对于台积电的施压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因为究竟对于美国政府而言 眼看着晶圆制造这个领域 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可掌控的 自己的公司的时候 他只能够要求其他的国家的这些 或者是对他来讲叫做盟友 然后必须要到美国去增加设厂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当然会增加台积电的成本 到目前为止 其实台积电的溢价能力是够的 所以可以弥补它在美国设厂 所增加的成本 但是一旦两件事情同时发生 就是AI的需求一旦成长趋缓 而这边美国政府施加的压力更大的时候 这才会是台积电整个往前看 它的获利能力会受到压力的主要的来源 到目前为止 技术能力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么所以关键点还是要去观察 AI的获利到底是真的能够去实现 它的获利的这一个商业模式 还是AI的军备竞赛现在过度的扩张 它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停顿 两边到底谁对谁错 我们现在没有定案 但是到目前为止 科技界的疯狂投资还是存在的 那么接着其实重点还是要看 美国政府到底对于台积电 会施压到多少程度 那台积电到底必须要把先进制程 移到美国要到多少的比例 这件事情我相信对于全世界来讲 也是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 总而言之 台积电其实用技术力来证明了一件事情 不管是它在任何的地方 只要它能够用技术力杀出一片天 今天它也能够成为天下没有敌手的一个 非常强劲的一家公司 但是东方不败的这个身份 使得它在中美竞争的压力之下 当然被迫还是必须要站在地缘政治的最前沿 幸好它终究是一个有竞争力的公司 我们要非常谢谢台积电的竞争力了 好 很高兴在周末的时候呢 跟大家聊聊天 谈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我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Yahoo